評論文章 參與詳細節節 請教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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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做另一個 應對恐懼和焦慮 和中央的練習 叫做祈禱手 祈禱手大家可以 跟著我做 他可以站他眼睛和眼睛做都很麻煩 他可以站著做也可以做 他可以站著做也可以做 有助於拉伸我們的寂寞 那我想邀請夥伴現在做一件事情 你們現在先想到一件 可能沒覺得很害怕的事情 我不太想做的事情 像剛剛夥伴有講到說 會有一點焦慮啊 或是無力感 那因此我想邀請夥伴做這件事情 跟著我做 你們可以看著我 然後做這件事情 我想邀請夥伴你們可以把你們雙手借給我 然後把雙手 很簡單的放到你胸前 對 在胸前的時候感覺一下你的雙手 慢慢的靠近彼此 感覺好像雙手之間有一股能量 而在你靠近彼此的時候 你的食指會互相交通在一起 甚至你感覺一下你的食指之間 彼此在探索一下彼此的感覺 所以可能可以小小戳一下 然後最後讓十隻手指頭 完全密合在一起 不用太費力 用個最輕鬆的方式讓它密合在一起就可以 然後再慢慢放開來 然後再慢慢放開來 用你的速度慢慢的放鬆 放開 讓每隻手指頭可以慢慢的離開彼此 對 不用離得太遠 然後接下來順著你的呼吸或你的節奏 慢慢的再把你的手合在一起 那個事實上有點像是 手指與手指之間有一個吸引力存在 你不用看著你的手指頭 你的臉可以朝前 朝著水平的部分 再放下 對 讓手指頭再密合在一起 對 然後感受一下 當你放鬆的時候 也許從你的掌心 也許從你的位置 你的手指又慢慢的分開了 對 又慢慢的分開了 我就這樣做個三次看看 你會發現到你的手指頭好像有點有趣 定的有點靈敏 定的有點敏感 好像手手上有一個特殊的感覺 這感覺 可能有點麻麻的 刺刺的 脹脹的 甚至有點熱熱 對 我就做個幾次看看 當你發現了手指頭的指尖或指節 或指腹變得有點靈敏的時候 我想邀請你 就讓你的手這樣貼合在你的 胸口 對 所以你可以告訴自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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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 你就都不用動著頭 只是慢慢的把你的手 往上面 天花板方向 向上去 向上去 會允許你的頭 你的眼睛 隨便要往哪裡去都沒關係 會向上去 你不用看我 只要放鬆 你要管的就是你的感覺 將你的手 合時的手 向上去 對 感覺一下你的背 感覺一下你的手 感覺一下當你手 向上去的時候 怎麼跟你的手臂 跟你的背 跟你的手 做連動 對 對 而在向上舉的時候 你的頭 現在是往哪裡 向上 還是水平 眼睛 在看哪裡 在呼吸變怎麼樣 對 如果你感覺 就感覺到了 能不能再把手 再放得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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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你一般到 讓你手 再往上舉的時候 感覺放在你的指尖 感覺到 你感覺到 你手上 那懸彎 帶著你的上臂 帶著你的二頭肌 或是斜方肌 帶著你的背部 帶著你的胸腔 你的呼吸 好像會有些改天 對嗎 對 然後你把手放下 把手放進去 回到前面 那做最後一次 將感覺放在你的指尖 伸入你的手就會自然地補上去 你不用刻意地去控制你的脖子 不用刻意地去控制你的頭 不用刻意地控制你的眼睛 它該往哪裡去 跟它往哪裡去 這感覺你的背 胸 腹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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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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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次的我們把手再握手指 這次不太一樣 你把手上上去的時候 頭一樣朝著上面看 讓你的頭 你的手 你的眼睛 都朝著同方向 感受一下 動了頭向上的時候 眼睛向上看的時候 跟剛剛的不一樣的感受 你的背 你的胸 你的腹槍 有什麼感覺 對 把你的手放下來 頭也會再放下來 讓手回到你的胸前 和頭回到最底 也許你會感覺到 跟剛剛第一輪的時候 做的時候有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對 我們再來一次 那感覺好像到你的手是頭上 手變得有一點有趣的 往上面伸 頭看著你 眼睛跟著你 眼睛跟著你 對 也許你經過 可能 三次到五次的呼吸 跟著你 學察到好像不太一樣 有些地方會有點抖 有些地方會有點狂難正直 尋覶就讓它抖 情理就讓它晃 讓你呼吸夠了 三五四呼吸夠了 回到你的胸前 回到你的胸前 回頭看著前方 我們做最後一次 舉的時候也許你是用呼吸的動作往上去 回呼吸的動作往上去 感受一下身體的感覺 這個超前傾的還超厚的 你的肩膀的背 在這樣往上來 是有什麼感覺 你的胸腔又是有什麼感覺 做出動員的動作往下 對自己說個謝謝 把他動作往下 讓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做最後一個一路 一樣的我們把手往外收起 這是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輕易允許的時候 再補起的時候 往上面抬 你的頭跟眼睛朝下 到達你的極限就可以 不用刻意的用力 到達你的極限就可以 感受一下你的背部 在這樣的動作下 有什麼樣的感覺 你的呼吸 跟剛剛前兩次 又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跟著手抬起來的感覺 因為哪些地方是更用力的 哪些地方是更不用力的 對 然後就可以把手再放下 讓手回到胸前 跟頭回到水裡 下 對啊 點氣再往把手往上去 頭跟眼睛朝下面 你要感受一下 這樣這一次對身體的覺察 為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些地方 你可以試著給它放開來 比如下腹部 有些地方 也許你可以更緊的東西 也許是你的骨盆的咖腰肌 對 你發現到 慢慢的你會覺察 如何讓這個動作更穩定 對你而舒適 對 我們做最後一次 呼氣 手向上去 頭跟眼睛向下 做得很好 各位你們做得非常好 我們可以再把手放下 回到胸前 跟頭回到水裡 然後把手放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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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叫祈禱手的動作 祈禱這個姿勢在 每個文化裡面都有 那一般來講我們會把雙手視為思想 而我們的胸腔是為我們的情感 我們放在胸前 就是我們的思想跟我們的情感 連結在一起的一個指殼 可是當我們身軀 覺得它是身軀的伸展擠壓 或是其他的感受都會來的時候 我們的情感思考以及身體的運作 三位一體它就慢慢的集合在一起 所以這是我們祈禱手的運作 那祈禱手的作用很大部分 是在幫助我們客人去 會以什麼樣的東西來客人來取代 會以感慨的那個感受感慨的心來取代 所以各位夥伴 可以邀請你做一件事情 你們真的可以對自己把手放下熊 因為你們必須自己去探索這個 因為你們必須自己去探索這個 你身體的運作 讓你有機會可以做出更多的選擇 當我們可以從恐懼面拔出來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會有更多的選擇 會從你的腦袋裡面 或從你的身體裡拋出來 那這邊有個小訊息 我剛剛忘記跟大家提醒 就是說在手往上舉的時候 最好是吐氣的時候 往上舉 那樣子會讓我們的神經系統 更加的放鬆跟平衡 那藉由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就會比較容易讓自己 藉由這個動作 讓身體得到一個好處 這是我們第二階段 我們跟身體在一起 去做出我們剛剛第一個 叫做中心訊 找到你身體的運率 去應對那個突如其來的恐慌或焦慮 讓我們剛剛藉由祈禱手 來幫助我們擺脫過往 帶給我們一些恐懼的經驗 讓我們更有勇氣往前走 去副開創我們的人生 早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